各位朋友,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连母蜥蜴都不放过 印度人阿三哥是真的牲口啊 又有一个新闻,说印度人连女医生都不放过 就是这样一个德性的民族,还要灵魂发问 说这个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总在奥运奖牌上名列前茅 而印度却不见踪影呢? 印度在刚刚闭幕的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金牌上颗粒无收 仅收获了一银五铜 这个成绩让人口超过14亿的以及志在申办 2036年夏季奥运会的国家可谓是脸上无光 对此印度的媒体经济时报当地时间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跟中国搞奥运竞争,印度连台面都上不了 他在标题处这样说,这倒是也是为什么呀 自从1984年重返奥运赛场的40年间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夏季奥运会上狂揽了303枚金牌 而印度10枚金牌的数字刚到两枚数 相比之下足足少了293枚金牌 单看本届巴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0枚金牌 印度的速敌巴基斯坦也有一枚金牌 而这枚金牌正是巴基斯坦的选手在男子标枪赛场 立刻印度选手所获得 印度的媒体认为虽然和中国同为人口大国 中印两国在体育领域的投入是天差地别 就是那个印度没钱那意思 说印度的体育投入只是中国的1.13% 反正言下之意就是印度没能力投资 也没有能力发展世界级的这个基础设施 也没有这个好的这个体育训练场馆 所以印度人才拿不到金牌 关键光光是这些因素吗 各位啊 这不是印度全国性的医生医疗人员上街游行抗疫去了 为什么呀 8月15号印度的独立日 很多印度人走上街头不是欢乐的庆祝 是愤怒的抗疫 抗疫什么呀 抗疫对女性的强奸 抗疫性暴力 导火索是最近印度一桩令人发指的奸杀惨 8月9号 一名31岁的实习女医生 被发现死在了加尔格达市的一家公立医院里边 记住啊 公立医院里边 据同事们透露 由于医院没有医生宿舍或休息室 这名实习医生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以后 躺在研套室的地毯上休息 初步的报告显示 他在当天凌晨3点到6点被奸杀 生前还遭到了暴力袭击 施暴者还用力击打受害者 导致他的眼镜破碎 碎片刺入了双眼 根据印度电视台报道 受害者的家人认为他死前曾经遭到的是轮奸 印度的医生愤怒了 他们救死扶伤 但是女医生却在公立医院里边遭到了奸杀 在印度很多城市除了急诊科以外 不少公立医院停止了所有的医疗服务 医生们席地而坐举行抗议 要求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他们指责印度当局对医护人员和夜间工作的女性保护不够 在加尔哥达 抗议者还痛斥当局调查不彻底 因为警方至今只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但尸检报告表明可能有多人参与报告 时间是8月15号凌晨 印度的第77个独立日 许多的抗议日在雨中悲愤地唱起了印度的国歌 屋内的很多人不顾大雨冲出去 加入人群高呼关于正义安全和尊重的口号 女性得不到尊重 她们的价值甚至比牛羊还低 一名带着两名孙女参与游行的妇女 对媒体表示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印度 被虐待的女孩是一名值班医生 如果政府不能保证公立机构中女性的安全 还有什么希望呢 因为发生在女医生身上的惨剧 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印度女性 或一个这个每一个这个女性的身上 不仅是印度的女性 为什么呀 因为有外国的女游客在印度也都惨遭那个轮了 对吧 前一段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么一些案例 它毕竟是连母西义都不放过的一个地方 很多外媒也说 这起案件让人想起了2012年的另一桩案件 23岁的印度女学生乔蒂辛格 在一辆公交车上遭到五名男子和一名少年的袭击和轮件 随后这几个人将伤势严重的姑娘从公交车上扔出去 可怜的姑娘终于伤势过重 在医院死亡 而就在这一起案件的判决前夕 印度又发生了另一起恶性案件 一名可怜的23岁的印度女孩 遭到多名印度男子的轮件 当勇敢的女孩去法厅出席听证会的时候 她在路上遭到了一群男子攻击 向她泼洒气游 她最后被活活的烧死了 这就是印度 这一系列的案件曾经震惊过世界 但是十多年过去了 印度依然是那个印度 2018年 一名八岁的穆斯林女童 据称被绑架到一间寺庙里边遭到了轮件 最后她被勒死 还遭到石头的重击 2019年 一名27岁的印度女兽医 在海德拉巴被强奸 最后被纵火烧死 2020年 一名19岁的女孩 在印度北部的哈特拉斯区被轮件几周后 在一家医院死亡 去年最轰动的一起案件 是一对西班牙网红夫妇 印度骑行 在露营时 丈夫被人吃刀毒打 妻子遭到七个人的轮件 愤怒的妻子控诉 他们殴打我的丈夫 还强迫我丈夫观看 印度这条社会啊 真可使啊 每一次的惨剧都引发了印度的愤怒 但每一次愤怒过后 强奸照旧 有人就感慨 在世界上强奸分成五种 轻度中度重度极度 还有印度 西方媒体直接评价 印度是一个对女性最危险的国度 难道不包括母性的 不包括母的词 死的动物吗 我看也得包括 印度啊 这种案件太多了 2022年印度每天要发生90多起枪击案 算下来大概15-16分钟就要发成一起 由于对受害者的污名化 以及对印度警察和司法系统缺乏信任 许多的受害者都不敢警方报案 不然的话 这个数据还要翻好多倍 这个印度的一些牲口啊 不仅这个手段残忍 很多的受害者呀 都被折磨至死呀 对吧 为什么会这样啊 有人说呢 是对女性保护不利 女性通常被视为二等公民 印度呢 对强奸犯的这个法律的纵容 不少因为证据不足 这个得到警察呀 律师啊 甚至是政家的庇护啊 是逍遥法外 印度成为强奸王国 里边有法律的问题 法律公正吗 有效率吗 是吧 更有文化的问题 这个可以说是强奸文化吧 放纵吧 让世界都为之震惊 说这个印度的政治家 就不能做到什么吗 关于又一轮的这个抗议 印度总理莫迪在8月10号 15号独立日的演讲中也说 作为一个社会 印度人应该认真思考 对我们的母亲 姐妹和女儿的暴行 全国人民对此感到愤怒 普通的民众很愤怒 我也感到这种愤怒 莫迪说 但没有明确提到这一起案件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和各邦的政府 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针对妇女犯罪 应该得到更紧急的调查 但是呢 莫迪自己都没有这个把握 印度呢 他真是一个牲口的国度啊 就这个德行 母蜥蜴都得绕着走的国家 还跟中国要比奥运的金牌 那不是笑话吗 各位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集再聊